前段时间B站有一条大海龟从沙滩爬向大海的视频特别货 几十万人观看 特别凑巧的是 就在一个来月之前 今天10月4号 舟山渔民捕获了一只长相相似的海龟并将其放生 这两条视频下面都有很多人都在问 这是啥龟啊能长这么大个 一些有了解过的小伙伴都做了解答 这是世界第一大龟 龙皮龟 借诺阿尔法的天敌 不过很多人印象当中 一说龙皮都是老外拍摄的视频 好像离谱的神兽都产自国外似的 但其实龙皮龟曾在我国也是世代繁衍的 原本是我国体型最大的龟 而如今却仅作为过客游经我国 近十年来目击记录也就在无期左右 这也让人们对它越来越陌生 大家对它的印象好像除了个儿大就没别的了 那龙皮作为我最喜欢的海龟 今天咱们就仔细聊一聊这个家伙 当我们深入了解它之后 你一定会非常惊讶 它简直不像是一只动物 而是一台高速运转的精密仪器 每一个细节都用心设计雕琢 简直是用理工科知识点砌成了龟 而那个为大家津津乐道的世界第一大头衔 真的是龙皮最不起眼的特点了 可能是陆地上的大象动物容易找参照物 所以看起来会更震撼 所以一提巨龟 不少小伙伴脑子里浮现的都是 300公斤的加拉帕哥斯象龟 200多公斤的亚达伯拉象龟 水里的基本就是180公斤的印度小头鳖 100公斤的大鳄 好像海洋组都禁止参赛了 但龙皮的身材对别的王八来说 绝对是碾压级别的 其体型较为适中的大西洋亚群 在哥斯拉利加测德 平均体重就有384公斤 背甲长度1.55米 总长度在1米9左右 而龙皮的极限记录则更是夸张 在巴基斯坦测德游戏以来最大课题 光甲长就有2米13 重650公斤 不过或许是龙皮真的太大了 大家都觉得吹它绝对不会露馅 这导致其曾经的历史最大记录 著名的哈莱克巨龟 其实闹了个大乌龙 据说甲长2.56米重916公斤 至今仍有众多资料在引用这个数据 好多人都将其供奉为传说级别的记录 但其实不用整得这么神秘 这句标本就收藏于加利夫国家博物馆 近几年有人重新测量这句标本 实际甲长只有一米55 体重估计就300多公斤 之前那个900多公斤的离谱数据 应该是标本制成是为了搞个大新闻胡扯的 大家就不要太当真了 龙皮龟虽然体型巨大 看起来十分笨重 但人家游起来一点都不慢 甚至一度被认为是移动速度最快的爬向动物 你没听错 移动速度最快的爬向动物竟然是只龟 龙皮的巡航时速都在11公里每小时 冲刺游速能达到惊人的35公里每小时 要知道黑万八的冲刺速度也就23 在海里拍视频没有参照物可能感受不到具体有多快 不过就凭它作为一个两米来长的大王 只要拍几几次双臂 就能几乎消失在镜头前 我们基本也能对其速度略知一二 而这全都要龟公于龙皮的外形结构 绝对可以说一切都是为了拥抱大海而生 它们是所有海龟中身材最具流线型的 大多数海龟多以椭圆形甚至正圆形为主 而龙皮龟却是前宽后窄的水滴形 其中一些亚群更是有独特的细腰 形状像琵琶一样 因而有时被称作琵琶龟 不仅如此 龙皮的龙及背部七条明显的脊 也可以在其游动时分割水流减小阻力 而这一切的动力源泉 则是无比宽大的脊壤枝 龙皮的前脊壤枝无论是绝对尺寸 还是与身体的比例 都是所有海龟中最大的 其臂展可以达到惊人的2.7米 最神奇的是 可能很多小伙伴没注意到 几乎所有海龟都是保留着爪子的 没有完全退化的第二植骨 非常粗壮 占据着很大空间 这让它们的前脊壤枝变得窄而后视 甚至不太像棋 而是像两条没有收拾的胳膊 龙皮就不一样了 它们是现存海龟中唯一彻底退化掉爪子的 植骨边扁让出更多空间 使它们的前脊壤枝异常宽大轻薄 彻底成为水下双翼 让它们能在海中飞翔 当然了 光有速度还是不够的 海里游得快的 天然飞得快的东西还是太多了 比是比不起的 因而龙皮油搞了一套海洋迷彩 和鲨鱼一样 背部是墨蓝色的底色 有白色碎花 这样它们在天空中看 与深蓝色泛起白浪的海面融为一体 而白色的腹部 怎样它们从海底向上迎着阳光看 又与青白色的水体相差无几 基本可以做到 同时迷惑来自两个方向的故事者了 别的海龟虽然也有类似的反色结构 但还是以红褐色 橄榄绿色为主 只有龙皮极端到 把自己直接整成深蓝色的了 但这也意味着 其他海龟最多只能在表层海水横晃 而龙皮背的 则是探知所有海龟们都未曾涉足的深海 龙皮龟的抗压能力 我真的强烈建议推举它去当抗压巴巴主 它的身体结构使其可以轻松 抵御一千米的深海净水压力 而这几乎要全部依托于它们最显著的特征 极富韧性的隔织外壳 与其他海龟不同 龙皮龟不具备坚硬的骨质甲咒 正常海龟的骨架背部是一整块 肋骨合并像个锅盖 而龙皮则是实打实的骨头架子 正常宽度的肋骨上 蒙了一张皮 就直接当龟壳用了 不仅如此 它是真的摒弃了所有爬象动物的传统护甲结构 一个都不留 我们之前讲爬象动物的鳞片时说过 鳞片主要有两种脚蛋白构成 分别是表层坚硬光滑 其保护作用的β脚蛋白 以及鳞片接缝处柔软 其连接作用的α脚蛋白 而龙皮 不光不要龟壳了 它们竟然全身上下 连β脚蛋白都没有 全是柔软的α脚蛋白 你可能会觉得 这是不是也太极端了 这么个软肤肤的大王八 难道不会很容易受伤吗 非也 龙皮开发了另一套 完全不同的护甲模式 在电子显微镜下 人们观察到 龙皮的葛质背甲 其实由无数微小的 不规则碎片拼接而成 其主要材质为 抢肌瓶灰灰石 这是脊椎动物 骨骼牙齿的 主要无极组成部分 这些碎片的边缘 呈聚水状 参差不齐 像牙齿一样互相咬合 其枝字形接缝 被胶原蛋白 像针线一样缝合起来 在连续挤压 龙皮龟的背甲后发现 这些咬合在一起的 三角形齿状结构 可以均匀分配 负载并吸收能量 而胶原蛋白 连接抢肌瓶灰灰石 则形成了 刚柔病剂的组合 在外力施压下 相互作用 彼此拖拽住对方 使隔甲异常坚韧 且富有弹性 在高压下 很难开裂破损 并给肺部 在不同水压环境下的 收缩扩张 提供了可动空间 再配合它们 致密的加厚型气管 最终使棱皮的浅水 时长接近70分钟 深度可以达到1280米 成为除汇精抹香精之外 浅水最深的四足动物 不过想进入深海 光抗压还是远远不够的 作为变温动物 温度永远是阻碍 爬行类前进的最大障碍 点了抗寒技能的爬行类 混得基本都不错 只有突破低温屏障 棱皮才能真正意义上 遨游于深海 然后他又在这个技能点上 彻底移去不回头了 依托强大的心肺功能 棱皮硅的静息代谢率 是同体性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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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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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是福祸相义吧 棱皮精密的身体结构和大开大合的生活习性 也为他们的肿群塑水埋下了伏笔 更为其保护工作设置了重重阻碍 而这还得从他们低效到令人无力吐槽的繁殖模式说起 铁道海龟的繁殖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动物世界经常播 不找小伙伴应该已经能张口就来了 此海龟生一大对蛋 小海龟破壳之后 疯狂流向大海 路上被无数的热 吃来吃去 活下来的所生无忌 这是生命的赞哥 嗯 好 停 几乎全世界的海龟都这样 我就不多说啥了 但棱皮却有一些非常特殊的细节 通常来讲 此境海龟都会回到自己出生的海滩产乱 导致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新闻 海龟产乱的沙滩改建成机场了 此海龟在飞机跑道上 还傻了吧唧的试图扒坑产乱呢 而棱皮却很有自己的主意 他们虽然会在怀孕后 向着自己出生的沙滩游去 但却未必会真的选择在那儿产乱 而是依实际情况而定 如果出生地海滩如今状况较差 多礁石碎山湖 他们便会在附近区域 另寻更加松软的海滩 但这不仅为保育机构 检测野生棱皮却繁殖状况 带来了很大困难 更带来了两个严重问题 第一 棱皮之所以选择 非常松软的海滩 是因为他们的葛质皮甲 虽然坚韧 但却穿插神经 这样他们在有碎山湖 或科技较大有礁石的沙滩上爬行 是很疼的 然而松软的海滩 反而是最容易被海浪侵蚀的 因而即使在非人为破坏的情况下 棱皮的巢穴毁坏率仍然非常高 第二 松软的海滩 不仅在棱皮归眼中 是理想的筑巢地 对人而言 也是绝佳的度假胜地 因而这种优质海滩周围 常有游艇航行 很容易撞到怀孕母龟 而磁性一旦受伤 再登陆就很难回到海里 因为他们的齐状枝 远不及别的海龟粗壮厚实 在岸上拖拖拉拉 像折断的翅膀一样 支撑力不足 本就很难承起身体 如果再受伤虚弱一点 基本就凉在海滩上了 这使得棱皮归成为了 唯一真正意义上 会搁浅的海龟 像鲸鱼一样 在佛罗里达 从1980年到2014年 共有603起棱皮归搁浅事件 其中23.5%都与撞船有关 不仅如此 棱皮归的卵在孵化过程中 胚胎性别受温度影响很大 近几年自然孵化的幼龟 多以高温环境下的雌性为主 最要命的是 即使幼龟出壳 这倒霉事还没算完 由于棱皮归的眼球 难以适用陆地上的压力 与光照环境 这样那么一旦上岸 就会出现白天太刺眼 晚上看不清的问题 因而无论是雌性蝉卵 还是幼龟孵化爬向大海 大多都是在傍晚或夜间进行 以柔和的月光或夕阳作为指引 当月光洒在海面上时 倒映着月影的海面是最亮的 沙灘后的森林是最暗的 这指引着登陆的雌性 向最黑的地方游准没错 那么对于幼龟来说 迎着最亮的地方 大海上的月光爬行也没错 而这些松软的海滩 因为大多成为度假区的原因 黑暗的森林被砍伐 取而代之的是 林立的高楼和明亮的霓虹灯 城市的强光让雌龟和幼龟 集体转向 尤其刚出壳的幼龟 根本找不着哪是大海 最终一批批干死在了 奔向城市灯红九日的路上 而那些成功进入大海的小狼皮 随着它们不断长大 还要面临另一项严峻考验 塑料袋 由于以水母为主食 森皮经常把海面上漂浮的塑料袋 当作水母物食 这一现象在东太平洋最为严重 加州每年使用超过191个塑料袋 而那里又是森皮龟集中觅食的场所 塑料袋一旦被吞下 由于其食道中的稻刺 不仅无法被吐出 想人为取出来都很困难 吃塑料除了会阻塞肠道 导致森皮龟死亡 即使没有阻塞 也会减缓肠胃吸收营养 导致其杏成树时间被拉长 千万别觉得 海龟应该能活很久吧 杏成树时间被拉长也无所谓吧 森皮的杏成树时间多在15到30年 通常20岁左右开始繁殖 然而它们的寿命却不长 目前检测到 年龄较大的自然死亡个体 多在50到60岁左右 虽然很多人相信 它们可以超过百岁 但至今都没有真的 补过一只那么大年纪的 而最容易直接杀死森皮龟的 还是鱼王 森皮被缠在其中会奋力挣扎 别看它们静态前日时间 能达到70分钟 但在剧烈运动下 三五分钟就歇菜了 必须赶紧换气 否则必然逆死 90年代在东太平洋 平均每年都有1500只 前去缠卵的雌性被意外捕获 50年代后 我国有数次森皮龟被误补的记录 所以总结一下 森皮目前的处境基本就是 刚出壳找不着海 下海开始吃塑料袋 长大了被鱼王缠住 杏成熟板寿命还不长 想下单找不着海滩 找到了还被船撞死 没撞死还容易搁浅 那既然都悲催到这个分上了 目前对森皮龟的保护工作 进行的如何了 我国的森皮龟保护 又是怎样的呢 由于森皮龟分布范围很广 这给它们的保护工作 带来的很大难度 光大块划分的亚群就有四个 分别是种群数量最多的 大西洋亚群 保育及研究最完善的 太平洋亚群 南群踪迹的南海亚群 以及近几年才被提议划分出来 尚无数据 但平均体型却是最大的 印度洋亚群 当然这是粗类的划分 根据它们的遗传学关系 近几年又有了新的划分方式 一会儿我会周中讲 这当中 大西洋亚群在非洲家旁的 马永巴国家公园 有目前全球最大的 森皮龟繁殖场 每年10月到次年4月 它们会伙同其他种类的海龟 共计3万余只再次登陆 除此以外 南美洲的苏里南 法首国亚纳等地 也是其重要产乱场 以哥斯拉利加为首的 加勒比海延安多国 联合启动了保育计划 专注用生态旅游 解决森皮龟的困境 并在海滩移植大片林木 以遮挡度假区的霓虹灯 方便月光给森皮龟指引航向 太平洋亚群 是目前种群状况最堪忧的 只剩下2300只成年雄性 且被切割成两个东西向运动的支系 其中一系因为 主在印尼的西巴布亚等地驻巢 又横跨太平洋 在俄勒冈州至加州未代秘石 故被称作北太平洋亚群 另一系则因为 集中活跃于南美洲西海岸 并在澳大利亚东部驻巢 故称作东太平洋亚群 前者是目前 森皮龟研究与保育工作 比较成体系的 从1970年开始 便将森皮龟列为 美国国家宾美保护动物 2012年划定 加州至俄勒冈沿线 11万平方公里的海域 为森皮龟重点保护区 且在加州 也有人工繁育基地 在海滩简单 送进人工环境下孵化 以保证性别比例 幼龟出国后 饲养一段时间 便会在预先选择的海滩放归 但由于该地区 本就不是北太平洋亚群的 主要产乱场 潮水较少 因而计划进行缓慢 那么我国的森皮龟 保护状况 即神秘莫测的南海亚群 或称西北太平洋亚群 大概是什么情况呢 发指文献上 我国很早就将森皮龟 列为国家二级宝洞 后更提升为一级 近年来也非常重视海洋环境保护 确实有了相当的成效 科普教育同样有很大进步 至少2016年以后 再没有出现过 湛江捕杀 过客森皮龟卖肉的情况 渔民建岛基本都放了 但对于森皮龟本身 如果说想实现 成体系的保育计划 目前确实还尚处于 有心无理层面 主要是想保护 但不太容易见得到 我投朋友询问了 汇东海龟保育战 其实我国虽然曾经有过 森皮龟的产卵场 沿海居民还称其为 山板龟燕子龟 但上世纪40到60年代 就已不复存在 具体原因已不可考 而作为过客的森皮龟 在70到00年 数量大幅下跌 主要与马来西亚 产卵场崩溃 无法产出新生幼体有关 马来西亚登加楼州 曾拥有全世界最大的 森皮龟产卵场 每年有一万个巢穴 但当地人认为 吃龟蛋能撞羊 因而大肆挖掘 更有甚者 直接捕杀近海的成龟 等到60年代着手保护 本来就有点来不及了 结果还玩砸了 那个时候 马来西亚保育机构 不知道森皮龟的蛋 温度决定性别 孵化的幼体全部为雌性 并持续了20余年 这导致之后 数十年再也没有成龟 回到登加楼 最近一次登陆是2008年 往日万余潮穴的海滩 早已被荒废 只有两只雌性 产下了几枚无精卵 随后离开 而整个南海亚群 最近一次被记录有产卵 就是去年在泰国普吉岛 发现了18个巢穴 这或许是他们最后的希望了 如果该传染地有望复兴 那么我国的过客 龙皮龟数量 也会有相应提升 很多人看到 龙皮龟在IOCN的 种群评估是异围 或许会觉得 好像也没那么严重吧 但其实龙皮龟 总体数量标定为异围 是因为其东北印度洋亚群 与东南大西洋亚群 缺乏调查记录 稀释了数据导致的 目前已有准确考察数据的亚群 除了种群状况最好的 西北大西洋为宾围之外 其余全部为极围 每次提到类似的事情 都会有人问 这么热衷于保护这些 马上叫灭绝的东西 有什么用吗 值得吗 就龙皮龟保护的现实意义来说 作为吞食水母最多的物种 全球四大渔场 除北海道之外 其余三个都需要 龙皮龟平衡水母过剩 带来的渔业减产问题 其中东太平洋龙皮龟数量下降 已经对碧鲁鱼场造成了影响 而对它们的身体结构研究 更是对仿生学 材料学有着重大帮助 除此之外 龙皮龟像在水中飞翔般的运动方式 与流线型的身体 是我们研究以蛇颈龙为代表 以灭绝的奇龙类 最好的现生动物参考 到今天 整个龙皮龟科只剩下的自己了 如果它就这么没了 那太多独一无二的特征 我们真的都没处找去 目前我们能扒拉出来的 研究最多与龙皮龟最接近的动物 竟然是早在百恶季 就已经灭绝的古巨龟 这古老有先进的身体结构 历经千万年到今天 纵使有三米宽的臂膀 却也难以拦住灭绝的脚步 龙皮龟咱们到这就全讲完了 海龟因为其巨大体型 总给人一种沉稳厚重的感觉 不过一旦把它们这繁殖过程放出来 马上就变味了 雄径绕着磁性一头乱网 也闹不明白个所以然 有些甚至因为自己脱离带水 不能顺利完成任务 引来一群竞争者跟着瞎掺和 就这手忙脚乱的样子 有没有让你回忆起来 自己在这种颠缆捣缝的时候 没有做好充足准备的井井